第五題,大家要留意這兩塊肌肉是在控制下方的小腿 肌肉收縮後,膝蓋會屈起 這塊肌肉收縮後,腳會伸直,小腿會伸直 同樣道理,2和3是在控制腳掌 3如果收縮後,腳掌就會屈起 應該說伸直,2號收縮後,腳掌就會屈起 所以要弄清楚概念 如果你想控制小腿,1和4,一個收縮,一個伸直 反過來,如果你想控制腳掌,2和3 3號收縮後,腳掌就會伸直 2號收縮後,腳掌就會伸直 平時的姿勢,就像你現在看到的這個結構 所以第五題的重點是Flexor這個字 Flexor中文叫屈肌 它的相對就是Extensor Extensor就是伸直 一個是屈起關節,一個是伸直 所以如果你對應,4號收縮後,就會屈起腳 然後2號收縮後,腳掌就會屈起 所以答案呢,其實就是2和4 這個,2和4 好,我們呢,就是照舊 如果有時間你做其他論文 我選擇其中兩題和大家討論一下 其中一題呢,就會是第10題 其實這題就深一點的,A-Laf好程度 我們看看會不會真的深到看不明白 他就說說了一個neuromuscular junction 其實就顯示結構出來用一個photomycrograph 其實都不用特別看裡面的結構 因為理論上呢,其實你都知道的 一個presynaptic membrane 就是會有一些neurotransmitter 會傳送蓋,然後在肌肉那裏 就會進行肌肉收縮的 第一題叫你Name Name the chemical substance inside A 理論上呢,應該回答那個名字 正確的名字應該是acetylcholine 但是呢,其實你回答neurotransmitter 都可以的 然後呢,三分 他說Certain type of food poisoning 有一個食物中毒 Booterism 他說,就是吸收了一些細菌的毒素 那個毒素會怎樣呢? Acts by blocking the presynaptic membrane 就是在發出那個neurotransmitter 傳送蓋之前呢 就會block了這個部分 那就是resulting in muscle paralysis 就是會癱瘓了肌肉,不會收縮 Based on disinformation and features Explain how this toxin brings about the paralytic effect 就是怎樣令到肌肉軟了 就好像萎縮了,不會收縮 那我們的答法呢 因為他講了是 令到他blogs by acts by blocking the presynaptic membrane 令到他肌肉癱瘓呢 其實就是靠頂住他 不讓他傳送 所以那個答案就是 Detoxin blocks the release 重點是release 即是令到neurotransmitter 就不能正常地釋放進去 Synaptic cleft 然後呢,因為他三分 你要繼續說 既然那個neurotransmitter 不能過到對面了 那會怎樣呢? 結果,nerve impulse cannot be transmitted across the synapse to stimulate the muscle fiber 因為你要講清楚 為什麼肌肉會沒有反應 那你就會說 哦,因為他產生不到神經脈衝 令到他不能夠刺激那個肌肉 那這一分呢就是 跟著這個股脂繼續說下去的 那既然那個肌肉不受到刺激 會怎樣呢? 然後他就說 既然沒有神經脈衝 Thus muscles will fail to contract 那他就不懂得收縮 所以這裏的三分要注意 那很多同學只是答到第一分 但是你要繼續說下去 跟肌肉的關係 因為你只有第一個項目 其實就沒有跟肌肉在一起 那最重要是提到神經脈衝 那既然沒有神經脈衝 那肌肉是不會收縮的 那才拿到另外的兩分 好,那我們再多看一題 那會看一題 會考題離期2009 第十三題 一顆星星的 那他就顯示一個黑人 就在那裡跨欄 跨欄的時候 你知道的動作會是 其實令到那個小腿會伸直 那伸直的時候 其實就是那個 膝蓋的關節 拉直的 那他講清楚了 contraction of muscle A leads to the raising of the lower leg How do muscle A and other related structures of the leg brain about this action 那究竟怎樣 令到那個小腿可以伸直 和提起呢? 那你就要講回這個項目 那首先他就講了 The contraction of muscle A provides a pulling force 那有個拉力 那一收縮 你知道大腿肌肉其實都幾強的 那一有個拉力會怎樣呢? The force is transmitted to the bone 那就可以傳送過去 傳送去那個 lower leg via elastic tendon 那這個深一點 原來就是 要講完這個肌肉 那經過那個tendon 就扔著那個小腿的骨頭那裏 那之後 This allows movement across the knee joint 那最後令到那個力量 傳送到那個膝蓋的關節 那最後就可以令到那個小腿提起了 那其實呢 這裏要check的話 就要第一個 contraction of muscle A 那提高一個拉力 你要講一個force 那force要講到傳送 因為我們的骨頭 即是肌肉收縮 那你就要跟著那個故事去講的 肌肉收縮其實產生一個力的 那它會經過什麼部分 經過那個tendon 去拉動那些骨頭 那你要講到那個 lower leg 然後最後呢 就會令到整個關節 就會屈起 或者會令到關節放鬆 那就是影響著下面的結構 那譬如你可以想像 膝蓋的關節影響著小腿 那個腳跟的關節 就影響著腳掌的 那其實那個故事繼續講下去 都是跟回這個說法 一個力量 Tendon 骨頭 最後影響著關節 那就應該齊了 好另外 它說Describe the rules of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rain 那這個複雜一點 那究竟要這樣跳跨欄的 那究竟大腦哪部分會控制呢 其實除了控制那個knee joint之外 其實整個人上升了 平衡都很重要 所以你一想應該要想平衡 那它說 Cerebellum coordinates muscular contraction of the whole body 那你要說回小腦 其實就是控制著全身肌肉的協調 令到身體平衡 就維持到的 那就是重點是Cerebellum Body Balance 另外呢 其實就除了小腿收縮之外 其他肌肉呢 都要協調的 即這些肌肉其實都在收縮著的 所以Cerebellum的大腦都是 send nerve impulse 去其他肌肉 那不用說什麼肌肉的 那你講回其他肌肉 希望令到它協調 整個人升起了 就令到它可以真的跨到難了 那所以你要講 小腦控制那個Body Balance 大腦就send訊息去其他肌肉 去協助整個人升起 而可以成功跨到難杆 那這題都複雜的 那所以就留意一下 分數這麼高的時候 要想多幾個Point 那才好落不捨 就會清晰一點